过度营销造成对用户的骚扰 朋友圈内不允许发布及传播 具有识别标记功能的特殊识别码 口令类的信息 比如说很多人都可以在微信朋友圈里 看到类似的信息 房间号警358945 复制这条信息后打开 就可以进入房间等等诸如此类的信息 复制这条信息后打开就可以进入房间 外部链接 不得在未取得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 许可等法定征兆的情况下 以任何形式传播含有视听节目的内容 外部链接 禁止更改用户返回路径 包括但不限于用户点击返回时 强制跳转到非上一级页面等 鉴于外部链接中使用浮层 可能导致用户头像迷称等信息泄露 外链分享将禁止使用 含有用户数据隐私的浮层 否则视为违规处理 链接第一次违规修改完成 可申请解封 申请方式为发邮件到 moment at tencent.com 说明被封链接及修改情况 第二次封禁12小时 第三次封禁一天 第四次及以上封禁一周 之后若未修改完成 不予解封 对于违规后仍进行恶意技术对抗的行为 包括但不限于用多域名多账号来规避平台限制 已经发现永久封其账号 域名IP地址或分享接口 最近不少用户在微博反馈吐槽 说自己的微信账号被微信官方给封了 据了解 微信此次封号主要针对使用第三方软件登陆的用户 被封用户基本上都使用了微信分身软件 微信中心给出的封号理由是 该微信账号因使用非官方微信客户端被限制登陆 若后续仍继续使用将永久限制登陆 微信官方给出的解封方法为 发送短信验证输入一位好友手机号码 然后绑定该手机号码好友在微信的微信团队里自助解封 我们来看看网友们是怎么说的 网友三多多说 微信新规其实更好地保护了大众的利益 减少了我们的误点误入的风险 网友翔子说 视听内容传播的规范有利于维护网络环境的 捷径其结果是传播内容更可靠规范 网友克里克说 新规不断完善 让转发不再是那么轻易 随手一点的事儿呢 让传播者知道 在朋友圈发信息 需要谨慎尊章进行 微信朋友圈是公共信息发布版 虽然建立在一级人际关系基础上 但是还是具有传播效应 因此微信平台的监管和用户的自律 是十分有必要的 希望大家在发朋友圈 尤其是转发文章时 自己先当审议